师父我在外放生 当时您不能讲起放生 放生一万超出八难 放生五万免作禅乱 放生十万极乐国土 放生一亿菩萨随一 它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放生一万超出八难 放生五万免作禅乱呢 师父这个概念 那是在从来没做坏事的情况下 不做坏事 至少说你现在不造心业的情况下 不造心业的情况下 你想想看你一边做坏事 你一边说放生有什么用啊 对对对 难道就放生就可以免除你恶业了 不能不能不能 其实师父说的就是不造心业 是吧师父 对 一个人绝对不能造心业 我告诉你造心业 你念了再有用 再念了再认真也没用 举个简单例子 你一边在一边在说我做好事 一边在做坏事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放生就不能吃鱼了吗 放鱼不能吃鱼 实际上这就是佛法接着一个规矩 就是说你已经在救度它了 你还要去杀它 救它 那你算什么 什么方程啊 对对对 这个概念 明白明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